实验步骤 1.将30毫升蒸馏水倒入锥形瓶内 加入3克氯化钙并轻轻摇晃 使其完全溶解 观察水溶液颜色 2.取5毫升碳酸钠水溶液置于小试管内 观察水溶液的颜色 3.将小试管缓缓放入且直立于锥形瓶中 并用橡皮筛塞住瓶口 4.将锥形瓶置于圣明天瓶左端 乘量并记录反应前总值量 5.将锥形瓶倾倒 使两溶液充分混合 观察瓶内变化 6.量溶液充分反应后 再次乘量并记录锥形瓶总值量 从最后已连矩区训他 再次乘量并记录